在台灣他們現在擁有56萬人 然後有16個最大的部族 原住民部落其實只有一個真問題 就是青壯人口外移 返鄉就業不易 最早發生這個問題的起點是因為 頻寬不足 基本上我們尋診的醫生到3D部落的時候 居然連5MB的需求 因為一個X光片 還有醫療系統 我們有一個台灣最好的雲端的醫療系統 可是那個病例是掉不到的 所以辛辛苦苦下山去檢驗之後 上山連X光片沒有辦法掉 剛開始更有趣 因為沒有光纖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各種方式 把100MB打到後山 因此我們做網路開始 甚至我們最多的評估 曾經100公里一個GIGA的頻寬 這些問題解決之後 陸陸續續 我們促使這些固網業者 給他足夠的支柱 然後讓他們來把網路鋪蓋到原住民的部落去 台灣這個島嶼非常特別 因為它的山非常之多 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 有將近268座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所有的工程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有遇過山崩 有遇過整個就是有人罹難 這樣做 甚至整個村是封閉的 那我們都一一克服這個計劃 其實一剛開始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WiFi 我們的國家所有的網路 除了國際機場以外 所有的都需要你輸入一個叫E-mail 叫做手機電話號碼 可是在我當時在行政院 我們就力排眾議 說原住民根本不可能有E-mail 因為他沒用過 根本不可能有電話號碼 因為那個時候連行動電話 都沒有Cover 那怎麼辦呢 我們用裝備的MegaAdress 這個也必須呼應到 Ruckus都有滿足我們的需求 我必須要承認就是說 這個計劃帶來非常多的一個進步 包括超出我們的預期 第一個在教育方面 我們把城市裡面的教育資源 吸引到部落去 直接用網路線上課程 我們所有的小學小朋友 有99%是屬於泰雅族的 這個族群的小朋友 過去我們只有單一的 只是用一些資源 一些軟體來進行操作 它沒有辦法產生更多的互動 自從有了WiFi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即時的資訊 解決我們距離的這個問題 從自己的土地開始學習 透過一半的課程來講 融入在這些資訊裡面 它才能夠跨越到國際去 跟全世界互相結合 這是我們要給現階段 台灣的孩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學習的方法 親情的照護 這個才是我們一開始 最原始的出發點 當網路我們把它拉到山上去 不要錢一百妹的時候 長輩跟在都會裡面的子女 其實他們會經常的去通話 那種關懷是超過以前所有的 以前打電話是要錢的 現在是可以看到影像都不要錢的 到今年年底 大概會有將近兩百個部落完成 那總數七百三十七個部落 到今年年底會超過三分之一完成 因為台灣有將近三分之一的部落在都市清 所以其實在山上的話 有將近超過三分之一的部落 都已經有這種一百妹 而每一個部落平均大概是六個AP 我們期待在這個計劃繼續往下做 在三年後大概會將近一半 大概三百零三個部落 這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原住民公共網路計劃 我們這邊自然災害可以分為颱風 地震偶爾有 土石流 再來就是寒流 大概分這幾類 以前我小的時候 常常聽到李幹事或者是林長會串門子來通知 那是過去二、三十年前 後來政府就做了一些廣播廣播器材之類的 有WiFi之後縮短大家的距離 比如說在寒流來的時候 政府都會發訊息給我們 要派人照顧部落裡面的老人 我們就再發布給我們的志工 我們的林長 請你去特別關懷一下 部落哪些需要幫助的 或者是老人這樣子 當了里長之後 我自己的群組建立一個 我們公布欄這個群組 上來的人目前已經到達了三百三十個 以前當然也可以做啊 但是耗費時間啊 有WiFi的話就透過智慧手機 隨時接收到訊息 管理人員或是林長 拍到情形 馬上上傳到我們的群組裡面 透過手機 透過WiFi 很快的把事情都可以解決掉 這是一種通報的系統 在復興區這個地方 最原始一個村落 大概五百萬的營業額 過了三年之後 居然成長到兩千萬 那我們非常高興想說 這個大概是一個頂點 因為兩千萬變六千萬的困難度 是不一樣的 那在上個月我的朋友 跑去附近區區長 也就是現在的鄉長 跟他聊這些 他說沒有 我們早就一億三了 我嚇一跳 Why 當他到兩千萬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他們在變形 把成熟的水蜜桃 運下山來去做成Bear 所以一瓶啤酒是180 遠比那一顆水蜜桃要貴多了 所以當地的產值一直在增加的時候 我們發現另外 我們原始要做的那個真問題 在解決中 年輕人返向就業 所以我期待這個計畫 能夠陸陸續推廣 甚至推廣到其他國家 任何一個國家 希望到台灣來 了解整個計畫怎麼執行 因為這執行非常有趣 我們的規格看不出來 但是到最後所有的廠商 願意拿最一流的設備來分享 大山神秘桃 從那個阿公開始的話 差不多將近60年 一年的量 我目前我自己管理的話 是差不多兩萬粒左右 沒有WiFi的時候 就我們媽他們辛苦種的桃子 就是都批發商 或是在路邊頂著大太陽 很辛苦的在賣桃子這樣子 這樣子對銷售量 反而沒有比有網路的時候還好 像來山上玩的朋友 來買了我們的桃子以後 他們覺得好吃 他們就會馬上分享出去 那他一個人分享 就有好多人在看 好多人看了以後 覺得我們水蜜桃好吃 當然就對我們的銷售上面 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當時在選擇部落的時候 其實是偏遠 或者是人口數達到一定的程度 會不會做好 今年我們期待辦更多的比賽 因為我們發現到就是 如何透過比賽產生所謂的達人 以前小時候吃的牛肉麵也沒有特別貴 跟豬肉麵一樣 可是現在牛肉麵沒有100塊以下 為什麼 因為他辦了幾次比賽之後 他就漲價了 所以藉由比賽產生達人 產生另外一個角色 是我已經早就定位好的 叫做數位經濟人 那你有好的木科 好的支部 好的文化傳承 這種叫達人 我把它推廣出去 叫做數位經濟人 所以我們目前其實已經在準備了 第一個比賽 第二個數位經濟人 然後主要的目的還是那四項 就是所謂的健康醫療 然後商業發展 教育推廣 親情照護 我們就這四項 我們現在可以在部落裡面 去統計 到底是這個用戶是在地人口 還是返鄉的學生 還是外地遊客 Big Data Analytics 大數據分析系統 一旦完成之後 我們只要辦了一個活動 下一週 我們馬上知道 到底效果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兩個加成之後 未來會無可限量 目前這個model 可以一直推廣出去 我們也希望照顧更多的 那種不同偏鄉的人民 因為這是個好的願望 Gazak 我們加上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集中的 一些工廠 我們已經有一個人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